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 孝天Doc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聖經研究 明珠台 另外這裡有陳百元穆斯的布洛格 應該是一個台灣牧師 他有一個講道 是一個講章 他說《馬曹內的基督》 講的經文是《魯家福音》第二章 這裡有一段說 信服上帝的馬利亞和約室 有上帝要道成肉身降生在他們的家裡 這是一件何等榮耀的事 這件事不單止他們知道 東方博士見到聲像也知道 在曠野的牧羊人也被天使告知 這些人是不是真是心癢 他明明在講《魯家福音》第二章 那裡完全沒有講過東方博士 他心癢又要提到 不小心就說錯話 不過繼續看他說什麼 東方博士和牧羊人 都特地來到星星亭流的地方 要找這位人類的王 但馬利亞約室 東方博士和牧羊人 絕對不會想到 這位榮耀的王 榮耀的上帝 卻是誕生在吳榮耀、不乾淨、卑微的馬曹裡 即是說馬曹在《魯家福音》的 context裡 是正確的 但你混合東方博士來說 那就錯了 繼續 這裏也是一段主日講章 即是星期日 即是港道 他將他寫出來 這個牧師叫做黃大鵬 基於這段是簡體字 我相信是國內的牧師 其中有一段說到 拿薩勒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歷史上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角色 他既被稱為萬皇之王、萬主之主 就應該在這個世界上有著重要地位 他的出生和死亡都應該影響這個世界 但這個王卻降生在馬曹裡 是一個木匠和名叫馬利亞的女孩的BB 當耶穌降生 遠方的博士來尋找他 竟然在馬曹裡找到 但在聖經裡 遠方的博士來尋找耶穌 並不是在一個馬曹裡找到他 你也說錯了 不好意思幫不了你 另外 這不是講章 這是一個叫做基督日報 類似基督教媒體的東西 他就說回一個出名的牧師 在廣道裡說過什麼 所以 可能有可能他會引述錯 不可以把這個出名的牧師 叫做孫若翰牧師 在溫哥華聖道堂做顧問牧師 不一定是他說錯 可能是別人引錯 不過我也是參考 他就說 耶穌有吸引人的力量 為了見他爐山真面目 東方博士甘願前往破舊的馬曹 OK 不對 因為東方博士去過一間屋 並不是一個破舊的馬曹 根據聖經說 還有一個講章 2006年 講馬曹福音 是一個叫吳偉庆牧師寫的 中間有一段這樣講 他就說 在馬曹福音第二章裡 我們看到 還有誰參加了第一次聖誕節 有 東方來的幾個博士 他們在星星的引渡下 就是我們聖誕樹上的小小的星星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這顆星的引渡下 來到白利行 來到小小的馬曹旁邊 看到耶穌基督降生在小小的馬曹裡 我們今天擺在前面 是一個象徵性的小小的馬曹 沒有留言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另外這裡就是台灣基督教 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是一個獎老會的牧師的廣道 牧師的名字叫做羅聯星牧師 廣道的題目叫做第四博士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根據聖經的記載 耶穌降生的時候 有兩組人特別有福氣 他們來到耶穌面前朝拜他 一組是路加福音所記載 在曠野裡固陽的牧羊人 即是牧者 那些是牧羊人 而不是牧者 另一組人就是馬太福音裡所寫來自東方的三博士 根據馬太福音說 而不是三個 馬太福音第二章記載 來朝拜的博士特別是其所送的 黃金與鄉抹躍三行禮馬 雖然聖經沒有特別提到是否三位 但在傳統上合理推測有三位 他們由遙遠的東方來到為當時的波士帝國 亦是如今的伊朗伊拉克地區來到遙遠的以色列 在耶穌出生百利行的時候 趕到耶穌出生地揚曹之處 應該是馬曹 這幾個博士來到耶穌出生地馬曹的地方 來朝拜新生的黃 非常有福氣 那幾個博士是相當有福氣的 我相信 但他們並不是來到耶穌出生地馬曹那裡 這些是小小的例子 其實我並不是想說 雞蛋裡面挑骨頭 因為說錯聖經有多奇怪 我經常都說錯話 而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是 這些是很基本的資料 而且並不是高深的學問 聖經根本都寫光 做基督徒 看馬太福音頭幾章 看路加福音頭幾章 講耶穌出生的那些 聖誕的時候連年都會看 是說錯的 錯到這麼離譜 就證明 其實你看的時候 只不過是水過鴨背 你拿一下就算 你沒有真的看 你看到所有字 但你沒有真的讀 我希望這些人好好反省 我不是挑剔你 你錯了 你現在聽到我講 告訴你不對 你以後說對 就行了 是no big deal 但最基本的就是 那個態度 你要真的讀才行 下次我找個別的題目 來講 OK See you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 靠天作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 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某藥 摸If VP Radio 真相發掘